极具性价比的小额头房车还是六座四卧自带两个地下室的设计 这样的房车确定不了解一下吗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那如果说在房车旅行当中选择B型房车是为了通过性和低调性 那为了在旅途当中舒适度更高一些 大部分车友还是会选择T型小额头房车 能够兼顾空间和通过性 最好性价比还能更高一点 那今天这款车子就能非常满足您的需求 整车是基于大通V90底盘打造 前脸也是采用的大通家族式设计 一字型进气格栅霸气十足 车顶也是从后方壳体连接在一起的小额头 在行驶过程当中风阻风噪会有效降低 通过性也会更高一些 那这款小额头房车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990 宽是2250高是2950 后驱后双胎的设计 稳妥的蓝牌C罩就可以开 整车是白色的外观 加了一些亮蓝色的拉花 整体也是非常的邻里 又不是时尚感 那看一下整体外部设施 首先是双层中门带独立可调节的电动踏步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在头顶上方是一个防车专用的手动震阳棚 搭配了户外LED强光灯 当震阳棚和LED灯同时打开 在晚上这辆车一定是最亮的在 那再往下看这边是一个贯通式的储物空间 内外拿取都比较方便 用来放一些锅具或者是调味品 还有五孔插座最大负荷220伏 淋浴花洒方便户外用水 下方还有一个高原版本的柴油炉 飞翔的砖利 最大火力是5000瓦 无名火防墙风 在大部分环境以及天气状况下都能正常使用 在后方这个位置是 卫生间18升黑水箱的拿取处 只需要记得定时倾倒就可以了 来到车身尾部就是自行车架和后滑梯 大家都可以自行选择安装 安全配置方面也是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以及整车配备了四路监控 可以保证在车上就能观察周围的安全情况 这里还设置了外接式电口 本车是12伏的电路系统 来到车身另一侧 这个舱门打开就是一个贯通式的储物空间 也是本车最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家人的行李都可以放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小机关 这个盖板掀开之后呢 里面是一个铝合金的储物空间 来到驾驶室 配备了多功能方向盘 动力组合是上级派2.0T柴油发动机 匹配6AT自动挡变速箱 动力充足 最大功率110千瓦 峰制扭矩375牛米 最大时速可以达到150千米每小时 那还有一点值得提的就是 主副驾驶都可以进行180度的旋转 在建门的地方也暗藏了一个小玄机 同样是小储物格的设计 这就又多了一个额外的储物空间 车内采用的均为房车专用 E0级别的环保板材 以及大量铝合金材质 不仅环保无甲醛还更轻量化 那这款车虽然是小鹅头房车 但还是拥有了一张额头床铺 在驾驶室的上方是一个32寸的网络电视 可以进行多角度的调节 适合不同位置的观看 汇客厅上方就是久温格照明灯池 提供车内的照明 晚上的时候天花板下降 可以得到一张1米3×2米的双人床铺 床的主体为铝合金材质 轻量化的同时 承受性能还非常在线 晚上的时候还能打开天窗 看看星星赏月亮 白天升上去的时候 车内的经高度可以达到1米8多 所以大部分人生活在里面 丝毫不会感觉到压抑 汇客厅准备的两张航空座椅 座上的感觉就是非常舒适 头枕腿脱还有各种角度的调节 都能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程度 在我们面前是有一个小桌板 并且它能实现一个横向拓展 达到一张1米2的长度 这样主副驾驶旋转过来之后 就能满足一家人同时使用了 除此之外 它是一个升降式的设计 当我们不使用桌子的时候 将它隐藏在旁边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非常宽敞的空间了 用来泡泡脚或者是做做瑜伽 小朋友在这里玩玩寂寞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空间 旁边的桌子隐藏之后 还拥有一个手机凹槽 在行车过程当中 也不用担心手机会滑落 前方还有四路监控的显示屏 和新风系统的控制区域 在我们头顶上方 还有四座铝合金吊柜 每一个容量都非常可观 再向上还有一部分的延伸 储物量更大 下方还是开放系的储物格 晚上的时候放手机 以及纸巾都是不错的地方 来到厨房区域 这边是微波炉 以及96升双开门冰箱 上方冷冻 下方冷藏 能够储存食物 这边吧台区采用大理石的台面 比较美观好打理 内置柴油炉 洗菜池 并且标配了一个净水装置 前面是柴油水暖区域 以及外退窗 这里还有五孔插座 用来烧热水或者是焖米饭 再往上方看 就是铝合金吊柜 用来储物 基本的储物功能之外 这个橱柜呢 还可以进行升降式功能 这样的空间 一层变两层 不仅多了一层 放置菜品的区域 油烟机也跟着下降了 这样我们在做饭时 产生的油烟 也更容易被抽出到车外了 在下方的储物空间 可以用来放餐具 拉开门走进卫生间 整个空间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内部赛特夫德 旋转抽拉式马桶 折叠洗手盆 淋浴花洒 五孔插座 双向换气扇 满足基本的位于需求 固定床铺 纵视布局 一米三成一两米 睡两个人 还是非常轻松的 周围的设施 也是比较齐全 阅读灯 USB接口 挂一勾 上方还有飞翔的 发明顶制空调 制冷快 也是比较节能省电的 那这款车子的水电配置 也是相当给力 配备了3000瓦的逆变器 820磊电池 600瓦的太阳能板 194升清水箱 和62升灰水箱 看到这里 您感觉这款布局合理 能满足六座四卧的 小业头房车 还符合您对房车的期望吗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